好 緊接著我們要來看的是台北市議員苗博雅 在政論節目上脫口說出 原來現在台灣的三級警戒 這些人都在陪雙北地區的民眾一起坐牢 此話一出立刻引起公憤 因為呢 說他根本在攻擊雙北市的市民 苗博雅昨天得知這消息在臉書上道歉 並且表示自己的原意 不是這樣 首先呢 我要對今天看到新聞的標題 感到很驚嚇 很生氣 很憤怒的市民朋友們 說聲抱歉 是一個禮拜前 6月7號的政論節目上面 因為當時呢 指揮中心剛宣布說 全國的三級警戒要延長到6月28號 那主持人問我說 這樣會不會有一些防疫疲勞的疑慮 然後問我的看法 那我當時呢 說了一句話 我說 我講一個比較慚愧的 其實現在全國二十幾個縣市是陪雙北一起在坐牢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有看到新聞標題 他直接下標說 苗博雅說 全國民眾在陪雙北坐牢 那你肯定會嚇一跳 那有些市民朋友覺得被傷害 呃 我也在問自己 我今天也在問自己 是不是我們能夠當初換個說法 能夠修飾一下 不要這麼直白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說 如果我那個時候說 嗯 我很慚愧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基本功沒做好 疫情還在延燒 所以全國必須要延長三級 那大家還要一起撐下去 這樣講的話呢 會不會大家的感覺就是會好一點 那我整段發言的脈絡其實很清楚 我的訴求呢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基本功要做好 我絕對不是在責怪市民朋友 呃 我覺得做一個政治人物啊 尤其是台北市的議員 我覺得他應該說他該說的話 做他該做的事 當他說錯了 當他做錯了 就直接道歉 承認錯誤就好 而不需要去牽托那麼多所謂的媒體 下標太重或其他的問題 我是覺得苗博亞如果要道歉的話 就稍微要有誠意啦 真心覺得自己有傷害到雙北市民 而不是說去怪媒體的標題啊 他就是忽略了民進黨政府啊 三加十一 政策的錯誤 諾富特的破口啊 造成疫情的嚴重 都沒有講喔 只是還在狡辯喔 是非常沒有誠意的 那我們剛可以看到苗博亞在深夜道歉 因為說全台都在陪雙北市民一起坐牢 這句話引發爭議 而媒體人朱凱翔認為 其實他根本不是真心誠意的想道歉 他只是一種政治公關的危機處理 因為他講的內容不是道歉的意思 他說我太直白了 他說我太直白了 啊我不應該這麼這樣講 然後呢他試圖在他的論述當中 把政府跟民眾切割出來 他說我是要針對雙北市政府 特別是台北市政府 特別是柯文哲 然後呢台北市民是被我這個無辜波及的 所以我是太直白了啦 我講的好像我是這樣想沒錯 但是我不應該把他講出來 或是說我應該用更有技巧的方式來講出來 所以他根本不是認真道歉 他其實還是還是基於他的政治利益 他要堅持他原本的立場 但是因為這個負面聲浪實在太大 所以他緊急做了一個政治公關的這個 這樣子的危機處理 那他這樣講為什麼有很多問題呢 其實在幾個理性上面都完全不合理啊 第一個你說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防疫或雙北市的防疫做得很爛 事實是這樣子嗎 事實是這樣子嗎 根本不是啊 雙北市的確診病例一直很多沒有錯 但是那是因為雙北市長 他們兩個有gas 他們一直鼓勵所有民眾 盡量出來接受篩檢 對 所以有一個數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這個網路上面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 這個也是政府公開資訊 過去七天 過去七天 雙北市的篩檢量都超過三萬人 而其他的六讀 其他台中市啊 桃園市啊 高雄市啊 台南市人口比較少 就不比了 都只有一萬多件 雙北市長是非常認真的在篩檢 希望在這個城市當中 找出所有的無症狀感染者 人家是很認真在篩的 人家沒有在管理這個數字高或低 就是真心要把疫情防治起來 然後再往前去找 是誰先在這個社區設篩檢站的 是柯文哲啊 是誰說要先 先說要建這個方艙醫院 後來被人家打得滿頭包 後來改名叫什麼 什麼清政收容所之類的 那是誰 是侯友宜啊 所以他們一路做的措施都是正確的 他們卻一路要跟這個蠻憨 然後呢又抓權不放的中央在對抗 所以你要說他們市政府 防疫做得很爛嗎 這沒有道理啊 有些失言讓人覺得怪怪的 像是石蟲梁他有說 萬華市疫情破口被罵翻了 苗柏亞說全台的人民都在陪雙北坐牢 也被罵翻了 那麼這些失言聽在資深媒體人朱凱翔耳裡 他認為其實背後有貓膩 民進黨背後可能有人已經定調 畢談3加11才會有言論 模糊焦點 我不得不懷疑說他背後早就有人幫他定調 以後都是這樣講 以後都這樣講 不要再提不要再這樣3加11 這三個阿拉伯數字或是加一個加號 出現在民眾的腦海當中 進入在這個媒體的報導當中 不要 都不要再提 死都不要再提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萬華是破口 雙北是禍首 就開始一直不斷地要洗腦洗腦 洗腦洗腦民眾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你就看到像苗柏亞 我覺得苗柏亞其實真的也不是什麼咖 大家也不用那麼在意 他就只是在黨當時的認知作戰的脈絡當中 其中一個小兵而已 你現在把他往死裡打 民眾的氣氛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可是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你把他往死裡打做 你把後面定調的那些人 帶風向那些人 顯然不是苗柏亞 他只是小咖 時從那樣也是小咖 陳時中某種程度來說 他有他的指標意義 但我相信也不是陳時中 今天在開個會議拍板說 以後都不要講3加11 不要講諾福特了 都講萬華 都講雙北 然後3加11不是破口 背後有人啊 背後有人啊 陳時中背後還有誰呢 你要想想看那是誰呢 指揮中心已經很多次了 很多次他們的決策是不科學的 然後也找不出脈絡的 唯一能找到的脈絡是政治決定 為了帶著某種程度的風向 為了要對付某種程度的 營造某種程度的認知作戰 我覺得必談3加11 改口萬華是破口 然後猛攻雙北 其實就是認知作戰 我覺得截至某種程度的 精讀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